选战剩下72天 国民党中常会14号由中央考纪会全报 22名党员考纪案 违规参选9人被开除党籍 而其中凤林郑代表会主席林建平也在名单中 他表示开除党籍是他所预料中的 人为操作造成今日的结果 并对于开除党籍淡定看待 距离选战剩下72天 这次参选凤林政长选举的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14日遭国民党开除党籍之后 今天他就指出 在三届12年的代表会主席任内 没有对不起国民党 今天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未掀起心里的任何一个波澜 因为这个是意料中事 我从开始表态要参选政长之后 党部的氛围就一直在操作了 所以说今天我去参加登记 然后没有提名 我也是开除 那我现在不去参加登记 其实这个东东都是最终的结果 在心里面早就已经 他们之间的铺陈 应该就是这样子走 那个都想象得到 所以说心里面很平静 对于党 我没有对不起党 那今天党要做这种的决定 那我也尊重 而且也在预期当中 那我现在要诉求的 是我在地方的经营 我三届代表会主席的表现 是不是能够得到选民的认同 或者是我对复林未来的愿景 证明是不是能够知道说 我这次在参选 在选举上面不受政党的色彩 能够最终拿到胜选 这个才是重要的 凤林郑民也普遍地认为 在地方选举当中 民众不会因为参选者的政党属性 来作为投票的依据 而是以参选者个人长期 投入地方事务与理念 才能够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 记者凌桐林郑 采访不到